好 富士康的员工日前不断有发生跳楼的事件 距离现在已经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而为了要直写 郭台铭他不仅是亲自坐镇富士康厂区 而且呢在妻子曾馨宁的强力推荐之下 就力邀一位资深舞者到这工厂厂区 教富士康员工大跳街舞 昨天的中秋晚会 郭台铭呢甚至亲自站台现身 替员工们加油打气 根据内部的员工表示 郭台铭呢这阵子每天做瑜伽消除压力 现在他双腿打直 双手甚至可以直接的贴到地面 好久没在台湾露领的鸿海董上 郭台铭原来是在大陆的富士康里 闭关了三个多月 将近一百多的日子都住在深圳的龙华厂区内的简陋套房 还在中秋晚会上现身 原来郭董采纳了夫人曾馨宁的建议 找来自街舞狂潮男桌角阿伦 教上百万员工大跳街舞 还亲自在秋节晚会上看表演 为什么要特别这个舞蹈 因为鸿飞千里是在园区 你一走进去就看到很大的一个精神标语 然后这个叫海纳百 不准用富士康的精神口号来编舞 阿伦还在秋节晚会上自编自导的舞台剧 据说让台下郭台铭看了也忍不住鼓掌 其实根据内部员工观察 郭台铭这阵子消除压力的方法就是 每天做福利挺身 还有做瑜伽 由于瑜伽运动是年初时和曾馨宁一起学的 当时郭董很有天分 据说现在每天练瑜伽 她已经可以把双腿打直 手掌就贴在地面上 可能是肚子现在真的太大了 曾馨宁在秋节晚会上并没有现身 鸿海说曾馨宁的确有时候会到内地陪波台铭 产景的时候才会回台湾 当名副其实的两岸非人 主题新闻 宇桥下山以台北采访我到 宇桑